我們這段要來訪問的是 對我來說有點壓力 因為我有一個壞習慣 但是我們等一下 我們現在要談的是鼻炎癌 我們今天要訪問的是 零星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 李鵬逸李醫師 李醫師你好 主持人好 還有各位線上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放射腫瘤科李鵬逸主任 主任你好 我有一個壞習慣就是抽菸 今天談鼻炎癌 所以我有個心理障礙就是 抽菸的人會不會比較容易得到鼻炎癌 OK好 那這個問題就是回到說 鼻炎癌到底有哪些風險因 那風險因子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些是天生的 基因的 那有一些可能是生活習慣相關的 就是可以控制的 那也許是病人自己可以去做一個借除等等 那這個或者是像主持人提到的抽菸 那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就先回到鼻炎癌到底有哪一些 它的這個風險的因子好了啦 應該這麼說 那其實目前研究起來 主要的話只有三大類 第一個就是體質啦 那體質或基因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比較簡單的講就是說 這是一個東方人的病 比例來是一個亞洲人的病 那它尤其是耗發於東南亞一帶 那東北亞像日本那些也都比較少 它這個病是最高集中在東南亞 那有以福建廣東一帶為最多啦 那當然我們台灣也算 另外還有香港新加坡 這些都比較偏向東南亞的國家喔 是鼻炎癌最耗發的區域啦 那對那這一區的病人的話喔 也就是說他可能有一些這種種族 或是基因體質上的因素在裡面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喔 就是EB病毒 這個最近的有蠻多的民眾可能也都有聽聞喔 那當然EB病毒跟鼻炎癌的關聯性喔 這個是已經非常確定的 但是呢它並不是唯一的因子 因為EB病毒是一個 可能很多人小時候都得過的疾病 因為這是一個靠肥沫傳染 那得到的時候可能像一個小感冒一樣 那其實痊癒了也沒有特別感覺 那只是我們發現說喔 大部分BMI的患者幾乎都 身上都還潛伏EB病毒的感染 那在那個腫瘤細胞裡面也有發現 那當然這個得到EB病毒的人非常多啦 那其中會得到B 會後來發展出BMI 還是少數 對但是呢 反過來講的話BMI的患者 大部分都有一筆病毒 都還找得到 對那第三個的話就是這個飲食的部分 那剛剛前幾天喔 也有看到有 台大醫師有發表一篇文章嘛 就是說這些醃漬物啊 鹹雨啊 罹患BMI的機會 有提升七倍 那當然這個數倍不等喔 但是使用醃漬物或鹹雨是相當高的一個風險因子 那也在這個回溯剛剛講就是在廣東那一帶發現 那邊都吃鹹魚很多啦 那這個部分被認為 對跟這個BMI的發生有很高的關聯性 所以飲食可以說是這些醃漬物這些比較容易 對 可能就是包括那些有醃漬過的東西 比如說一些 除了剛剛講最有名的鹹魚之外 包括一些煎漬的醬菜啊 管頭啊 那些東西如果能避免也是盡量避免 對那還有補充一下主持人剛剛提到的抽菸喔 那這個可能也是很多民眾的疑問啦 不過在菸酒檳榔喔 我們知道這個跟口腔癌有相當大的關聯性 那它的風險會提升數十倍甚至百倍 但是反而在鼻菸癌身上的話 抽菸並沒有很明顯的關聯性 那所以我們臨床上觀察到很多病人 很多鼻咽癌病人他是沒有抽菸的 所以抽菸 菸酒檳榔其實是跟口腔 跟食道會有關係嗎 食道癌也有 那比例最高是口腔癌 口腔癌 食道癌或者是一些咽喉部的癌症 喉癌啊下咽癌 這些都是跟菸酒檳榔的社區比較有關係 那鼻咽癌的話是比較沒有關係 那所以說鼻咽癌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講說 就是在東南亞特有的一種癌症嗎 可以這麼說 因為白人當然偶爾零星個案也有啦 但是在西方國家這個白人 不管是日耳曼民族 或是那些高加索民族等等 其實他們相對算相當少 相當少見 所以日本韓國他們就比較少了 對也稍微也稍微少一些 大概是東南亞的民眾最常見 所以我們可能是基因的關係 對我想他有這個因素啦 那當然在個別的研究的話 家族史也是一個因素 也就包括說可能一個家族的人 那彼此的基因的關聯性當然更高 如果你的一等星二等星有BMI的話 那你也是高風險出去 主任 那我平常我可以 就有什麼樣的現象或者是 我可以知道說可能我自己 需要去做進一步的檢查 我可能有一點危險嗎 OK好 那這個問題我們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先了解一下 到底什麼是鼻炎癌 他顧名思義的話 就是從鼻炎的黏末 他癌化之後長出來的腫瘤 那鼻炎這個位置 可能就是讓聽眾朋友了解 過去兩年一定都很常做快摘或PCR 那這個一個棒子 如果醫生幫你從鼻孔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到最後就會當初進不去 那其實從鼻孔一路深入到最後面的那個空間 就是所謂的鼻炎 對那那個位置 那一般來講棒子進去 醫生就用力轉幾圈 就是那一個位置就是鼻炎 那這個相當狹小的空間 那那邊的黏末 如果長出一個腫瘤的時候 它可能就產生相關的症狀 那我們簡單來講有幾個 因為腫瘤就是說 它通常長到比較大之後 會有一些潰爛出血的現象 那它可能往你鼻孔走 也可能從嘴巴這邊出來 所以也就是說 可能鼻子就會分泌物變多 鼻塞 或者是你的鼻液代血 那嘴巴咳出來 它也一樣 那這個東西當然就可能從鼻炎往下流 那你最後跟口水混在一起 可能你發現咳痰有血絲 或者有些濃狀分泌物等等 這些都有可能 那這是第一個 那接下來的話 因為鼻炎 剛剛講這個小小區域 它往上就是我們頭了 那事實上腦部的神經 經過這個爐底的骨頭 再下來的時候 還有很多神經 就走在鼻炎區的兩側 所以當腫瘤稍微變大 它可能往旁邊壓迫到這些神經 那這個神經有控制我們的視覺 所以有的時候會造成一些眼睛 看東西不清楚 或是所謂雙影複視 然後看不見有像樣的那個感覺 那另外還有包括控制這些嗅覺 就是鼻子這邊也有可能 那嘴巴的這個味覺 那或者是說耳朵的部分的聽力 那甚至它有可能會堵塞到耳眼管的開口 導致中耳積水 那這個時候病人可能就會覺得 聽聲音比較物物有格的感覺 我們叫做那個它有可能會有耳鳴啊 或者是耳朵有閉塞感 就覺得聽聲音不太清楚 或耳朵塞住 或有的人有水流聲耳鳴噪音 這些都有可能的 所以大概我把它總結一下的話 就是說人的無感的症狀 可能在你的視覺 看東西嗅覺聞味道 你的味覺吃東西的味道 或者是耳朵要聽的時候 這一些相關的症狀 都有可能是別人來造成 那另外呢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脖子頸部腫大 那這個腫大其實是來自於一個 已經被腫瘤轉移的淋巴結 那這個脖子的腫塊 那通常是不痛的啦 那它慢慢長大到一定程度病人才會發現 那這個頸部腫塊 無痛的腫塊 也是BNI一個很常見的症狀 所以如果有上述症狀 再搭配脖子有腫大的話 其實要高度懷疑BNI的可能 主任 可是如果到了 有脖子有這種腫塊的話 我直接這麼講 是不是已經到了比較後期 是的 一般來講以目前的癌症分歧來講 如果脖子有淋巴結的話 已經至少是第三期 那當然這個治療起來的話 你總體來說 三四期的病人 當然存活率比一二期來的低 你會代表發現的比較慢 那不過總體來講 BNI算是治療的成果不差的一個疾病 那如果以主持人詢問的 這個脖子有淋巴轉移 當然還要看淋巴結是多大 然後還有數量多少 是一邊都有還是兩邊都有 那當然這個還有一些細微的差別 不過如果以三期BNI 大概總體長期存活率 應該還有差不多有五六成以上的機會 這個存活率五六成是指多少時間 一般我們講的都是五年 就是從診斷到追蹤滿五年 那可能還有百分之五六十的機會 的病人有存活下來 可是這樣子也有點恐怖 因為五六成大概就是 我丟銅板一半一半 對大概三期的話可能有五六成左右 那我們一般有辦法在一二期的時候就發現嗎 對這個當然可能就是說 對這些剛剛提到的這些五官的症狀 或頸部腫塊有沒有說一個 自己有一個比較高的緊確性 對那當然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說 假設有症狀盡早就醫 那如果說是都沒有症狀要提早發現 然後可能也是必須仰賴一些 有沒有定期做一些體檢 對那這個回到我們剛剛講 那可能診斷的時候 就是要細細的去詢問或檢查說 有沒有這樣的症狀 那再來就是如果是自己指定 要做體檢健康檢查的話 那如果懷疑自己是剛剛提到的 有家族死啊 EB病毒啊 這些高風險群的話 那在健康檢查可以 在醫院裡面選擇加做一個鼻咽喉徑 那這個東西的話 對就是耳鼻歐科醫師 他會用一個細細的鏡子 從你鼻孔傳進去 那他一路就從鼻咽口咽下咽 那就醫師會直接看到 像一個就是像一個VDO一樣 他進去前面有個鏡頭啦 那其實這是最直觀的檢查 因為絕大多數鼻咽癌就是 他的黏膜癌化之後 會突出一塊腫塊 那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就是在耳鼻歐科的鼻咽喉徑下面 可以看得很清楚 對那所以如果真的有懷疑 或者是擔心自己有家族死的話 那來醫院做健康檢查 所以加做這個項目 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因為如果我是有家族死的 其實我還比較容易緊張 那萬一我如果沒有家族死的人 可能大家不習慣 有一根管子進到自己的鼻腔裡面去 那一般健檢是不會有這個項目的 通常是通常絕大多數的主套 應該是沒有特別安排這個項目 對所以可能就是病人要主動來詢問 那可以做安排 主任另外有一個我不曉得會不會有關 因為台灣我們因為環境的關係 很多人都有鼻痘炎 那有鼻痘炎其實很多 然後過敏什麼 這個跟鼻炎之間會有一個間接的 或者是什麼關係嗎 目前醫學上是沒有這樣的證據這樣子講 然後因為過敏性鼻炎或是反復鼻炎 其實這個病人的話 就是有一群這樣的病人 那不過並沒有顯著特別增加鼻炎癌的關聯性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是有鼻痘炎 應該不用特別擔心 不用怕 因為我看過有那個新聞寫說 因為他不抽菸不喝酒也會得 所以這就是可能是基因或者隱私 那像現在一般來講 在治療上他會怎麼 像一二期跟後面三四期的治療方式 應該會不一樣嗎 OK好 那這個鼻炎癌的治療 我們簡單說明一下 目前就是以做放射線治療 為一個治療的主力 放射線療法的話 是目前癌症相當 常見的一個療法 那大致上是 如果以大方向來講 就是手術切除 那放射線療法 或者是藥物的治療 是以目前癌症的三大主力 那但是以鼻炎癌來講 因為他在我們鼻孔後面 一個相當狹小的空間 那再加上剛剛提過 有很多的神經從周邊經過 所以事實上手術是相當困難的 鼻炎癌的治療的發展 在過去數十年 甚至上百年來 大概就是說 手術已經很早就被放棄 因為這一個小小的區域 沒有辦法把腫瘤做一個很完整的 一個切除的動作 對 這是第一個理由 那第二個理由的話 是這個腫瘤對放射線治療 它反應相當好 這本身它的一個特色 用放射線造射的話 它的消除的比例很高 所以目前的話 就是以放射線治療為主 那如果以主持人剛剛提問的分歧 那目前第一期的病人很早發現 未來復發率也低 那我們研究發現說 他只要單一接受放射治療 大概就有九成的機會可以痊癒 這是第一期病人 對 那如果是二期以後 二三四期的話 通常都建議要搭配化學治療 也就是說病人除了做放療之外 在同時還要搭配化學治療 對 那可能第四期的病人 還有一些比較新的藥物 包括免疫治療 用藥等等 對 那我們跟聽眾朋友講一下 其實這個化學治療的部分也是比較 它的反應大概是 一些噁心嘔吐這樣子 那通常不會掉頭髮 那是一個比較輕微的藥物 那算是輔助放射治療的作用 對 那病人的療程 通常會大概兩個月左右 對 那兩個月的放射治療 那在這當中 會每個禮拜註射一次化療 那如果能夠完成的話 其實當然就看期別 一期就有九成的控制率 那二期也大概還有八成 對 所以前兩期的話 五年除了率是蠻高的 所以這個還是必須要靠自己 因為比較困難就是說 怎麼去發現它 是不是有這個可能性 這個大概是最難的 因為如果發現得早的話 當然後面都會比較好處理 對 可是這個改變飲食習慣 會降低我們的危險性 對 我想因為像是飲食部分 剛剛就是提到這些 咸魚跟醃漬物 因為一般我們在針對癌症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研究 通常它的細胞之所以會癌化 變成腫瘤 它都是要經過這些致癌物 不斷不斷的累積 不斷的刺激 它的生成可能是十幾年的時間 所以事實上 以目前癌症的研究 如果你能夠中斷這些 致癌物的暴露的話 那其實不管你哪個 時間點開始 你都可以減少未來發生 癌症的機會 所以其實最近那天 台大一致的文章也提到說 如果你年幼就一直食用咸魚的話 你的風險大大增加 那這意思就是一個累積的量 如果你很小習慣很小就吃 而且你一直吃 那你暴露的量很大的話 當然你的風險就比別人高很多 所以其實這一些咸魚 醃漬物盡量少吃 那反過來來講 就是一些 一般我們講的 比較健康的那些東西 比如說一些新鮮的蔬果 蔬菜這些水果蔬菜 它都有一種所謂抗氧化劑的成分 那你有攝取進去之後 它在大多數情況下 應該是可以類似於說 綜合這些 癌化物、致癌物 然後達到一個保護的效果 這個是可以的 主任 但是有一個東西 我不知道 不曉得你們的判定 裡面那種算不算咸魚 因為台灣人 現在我們喜歡吃蟻葉肝 蟻葉肝不算是鮮魚 因為它還是要有一個 稍微抹個鹽 對 主要就是 如果是有醃漬過的食物 那可能就是會歸在這一類 那大致有增加風險 可能包括 一般台灣人常見的一些 醬菜類的 甚至泡菜那類的東西的話 可能我們在飲食會教上 也會請病人說 能夠少社區 就減少它的品質 主任今天謝謝你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觀念 好謝謝主持人 謝謝 謝謝 感謝